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毓敏射马 例无虚发 10月4日第九场赛事 竞中QT四重彩 综合来说是4号WinPay投注 连赢位置 连赢四胎 1 2 3 5 3 4重彩就是6 9 10 11 13 湖川 现在已经是月头了 10月份的《毓敏射马》已经开门 现在还可以经Payme给钱 记住早买早享受 时日渴丧 如及雨皆亡 歷史永遠是勝利者寫的 我是讀歷史的人 共產黨在全中國掀起這個暴動 叛亂 到他寫歷史的時候 兩湖秋收暴動就變成了 兩湖秋收起義 湖南暴動就變成了湖南起義 唯一一樣是殺人放火 傷及無辜 後來這個叫革命 年輕人 這種所謂蛙變 究竟是什麼原因? 這個政府是和一代人對抗 無業都是大學畢業之後 無業的學生 拉入警局找五十幾個小時 拳打腳踢 有法律的嘛 局長 任何人都有權譴責暴力 唯一就是工聯會他們沒有資格 1967年 殺死十幾個警察 殺死十幾個平民 我們的同行臨班被人燒死 誰做的? 你有什麼資格譴責暴力? 現在爭取民主抗爭 是唯一可以解決這個社會 變對極權 我們其次鮮明 義無反顧 經敵不宜 站在抗爭者者一邊 十月份的玉文采場 大家記得嗎? 首先補足的玉文 生日快樂 多謝大家,我看都禁錮隔離十四、十五日後出來, 三十日後出來,十月一日中秋佳節,可以跟家人團聚,當然很開心, 當然我通常都不會在正日做生日,我也沒有做生日的習慣, 因為不知為何會十月一日出生,但其實我舊歷,你可以拿萬年歷看, 我是1951年,這個是丁某年,如果舊歷,九月初日,剛剛是1951年十月一日, 所以身份證你要寫公曆,身份證不是丁某年, 所以明了十月一日撈亂骨頭就是,他在這裡慶祝各犬, 我沒理由慶祝無難日,所以我通常都不會做生日的, 活到現在將近七十歲,我都沒做大排延職,做大生日,六十歲又做生日, 我只是試過五十歲,我的學生就擺了十八位, 我教過的學生,看請觀音試過一次,其餘都是跟假人吃頓飯, 或者有些好朋友,在我生日,即是正日生日前, 在我三日跟我吃頓飯,多數都是這樣而已, 其實都無所謂的,有生就有死的嘛, 到了這樣的年紀其實,很多人很重視這件事, 我是媽媽的,老實說,因為你到了那麼多年紀, 你其實去日苦多,沒得想的了,這個就是上帝說是,不到你自己說是, 所以特朗普染疫,中了武漢肺炎,就全球關注了嘛, 你看到這幾天,美國的主流媒體那些頭版,包括電視台, 都是講他的病的,你明白嗎?因為有很多人都會覺得, 對這個十一月三日那個美國大選,究竟有幾大衝擊呢? 或者這個衝擊,是衝擊特朗普一個人, 或者是共和黨的選情,還是整個大選, 有些人甚至提到可能會延期,九十幾樣, 又或者,如果不用到大選,他死了,那怎麼辦呢? 美國憲法很清楚,寫了的了,是不是? 他如果在任內世世,副總統就立即變成總統,是不是? 這個歷史上已經有了,是不是? 六十年代金賴蒂,是不是? 中了槍之後,就是Johnson做,是不是? 到了尼克遜,因為水門有醜聞,是不是? 總統下了台,副總統艾格勒就做總統,艾格勒接著有醜聞, 結果就福特做總統,所以福特叫做雞虎鋼上鋼, 從未參加過選舉而做總統的,是不是? 你艾格勒都是叫做,因為他是尼克遜的partner,是不是? 他都有選舉,政府總統都有選舉,但是福特是沒有選過的, 他沒有選舉,就是我們廣東人,叫做雞虎鋼上鋼,是不是? 就做了總統了,但是美國他有很清楚的憲法, 有很清楚的規定,但是現在副總統又有病,是不是? 戴得利是,副總統繼任都繼任不了, 那誰呢?他就貪議,是眾議院的議長, 他一直輪到國務卿,甚至白宮幕僚長, 在內閣純然有條狀態的,但是很好,是不是? 所以人家的制度叫做running system,不會內亂的,是不是? 你現在習近平丁口蓋,那就大嶺落了,是不是? 天下大亂了,不是,人家有個制度,是不是? 所以你看到他現在有這個肺炎, 好了,眾說紛紛,有很多喘差,九十幾樣, 甚至乎因為上次那個總統選舉的辯論, 有些人以為他表現差,像瘋狗一樣, 事情變成瘋狗一樣, 令到民調,落後這個78歲那個老爺, 民主黨那個78的那個,大家不要忘記, 你說這個老,那個都78的,是不是? 所以這次選舉是很特別的,我覺得, 因為真的很少在美國歷史上,我想一下都沒有了,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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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這麼大年紀的人同臺,是不是? 你民主黨對過78歲出來的,這個做了一任, 做的時候已經超過70歲了,是不是? 那他只是小時候,拜登現在只有兩年了,是不是? 如果他做多一任,就是80歲了, 80歲了,80歲了, 美國好像沒試過,我自己所理解,不知道錯了, 真的沒試過,是不是? 但是,如果你說把那個安危在人之身, 用個這樣的角度來看問題的,那就真的很危險, 你對美國那個政治,民主憲政的歷史, 或者對美國政治真是了解有限度的,我告訴你, 等於現在你在台灣,打開電視機,就見到那些電視名, 他有很多這樣的節目,是不是? 這個國民黨的,又有中天,中視,是不是? 也有一個比較中立的TVBS,東芯, 跟著陸營的,民進黨的電視台都叫民視, 跟著因為他現在是執政黨,但是有些有官方股份的電視台, 都是他去控制的,是不是? 所以兩邊,每天都在說這個選情的, 大家如果有看台灣這些所謂電視的評論節目, 你就覺得,跟我們現在香港那些網上節目, 其實沒什麼分別,你價格的都是電視台,水平, 我不是說那些人的表達能力,那些KOL的表達能力很強的, 比我們香港的KOL的,他又要拿通告費的, 他總之上電視節目又有錢收的,我試過有一年, 2014年,我去台灣搞九合一選舉的評論節目, 那我請這些明水基盤,現在最有名的我請他上來做的, 要給錢的,那些叫通告費,這件事就是台灣那個香港, 香港就叫做老鳳,三個字叫做老鳳鳳, 叫你來香港電台是益你,叫你來TVB更加益你, 叫你來Now也是益你,這樣連交通費都沒有, 但是台灣就不是的,有些人就靠這些通告費是吃飯的, 就走幾個電視台來做的,於是他們一定是語不經人誓不休, 在這方面就跟我們現在那些所謂KOL或者YouTuber, 其實我都不應該叫他KOL,這個就是矮化了真正的KOL, 跟我們現在這些差不多,以推論代替觀察,以猜想代替認識, 接著有很多陰謀論,譬如現在你Donald Trump, 現在忽然間出院,三天後出院,那些人怎麼三天就出院呢, 那就是留了,又有很多話說,那又可以說十幾分鐘, 又可以騙一些廣告費,但是如果你說他是留的, 那他就更加不應該這麼快出院,大哥, 那麼多醫生看著整個團隊怎麼可以留的,大哥, 還有美國的主流媒體大部分是攻擊他的, 他就算出院,在車上跟人揮手, 都說他會令到那些隨行人員染疫的, 說他沒有戴口罩這樣,一樣攻擊他的,是吧? 他做什麼都被人攻擊的現在,尤其是選舉,是吧? 你想想他十月二號就進去醫院,是吧? 三天後,即是美國時間昨天,是吧? 就出來去白宮,跟著停留了一陣, 就再回醫院的,然後又拍片,又揮手, 你看他拍片就很精神,是吧? 那時候有些人就說這個是留的, 但是我的看法就是,如果留的,喂, 那你不怕影響選情的嗎?老實說,是吧? 這個沒有擁駁的,是吧? 所以你可以反過來看, 那你不可以再真,有病假,有病, 那你是為了選舉而去扮病的,是吧? 攻擊他的人會看,陰謀女的人會這樣看的,是吧? 但是這個選舉又不能延期的, 喂,萬一如果他真是病,是吧? 那他醫院不好的話, 那選舉,喂,11月3號就是了,是吧? 那選舉不會延期的,老實說,是吧? 沒有得給你延期的,美國老片, 沒有得給你延期的,是吧? 沒有得給你延期的,是吧? 你那是林鄭月娥? 太普,沒有得給你延期的, 人家照樣去投票的,是吧? 你那個選舉工程,這一個月做不到這樣而已, 不可能因為你政府總統的候選人, 染了武漢肺炎,然後那個選舉要延期, 這是不可能的,反而你如果這樣的話, 你對那個選情有衝擊的, 你現在沒辦法搞選舉的, 所以他現在稍為控制住, 當然有些專家就說,他現在要回醫院, 他現在當然,白宮那些醫生, 每個人都說他現在的狀態非常之好, 但是又沒說他正式是病醫好的, 但是他現在都要去處理選舉的東西, 如果不是的話, 綁上手,任你砌,沒有可能的, 所以我們不需要用真和假的角度去看, 而是現在這樣的情況, 對那個選情有什麼影響? 沒有的,因為這件事在美國歷史上, 是意識形態最重的一次選舉, 左右派的意識形態都很重, 所有任何差池, 其實他們都覺得會影響那個社會, 可能甚至出現一些動亂, 所以這次其實那個傳媒本身, 其實他們不是太敢去討論那個憲法上的問題, 剛才玉文提到, 如果他那個總統, 舉例子, 他不能事事, 就是副總統頂上, 但問題就是現在整個白宮倒塌, 你現在數一下整個白宮裡面, 差不多過了百分之五十多的員工都染病, 問題就是, 如果這個Mike Pence都染了, 佩洛西頂上的話, 一個很大的問題來, 那個是你的對手來的, 在那個時候權力移交, 這個回到我們之前討論的問題, 民意授權, 你有沒有民意授權? 你沒有嘛, 所以這件事其實就, 如果真的出現這樣的問題的時候, 其實有可能牽涉到那個最高法院去判決的, 這個其實不用擔心的, 在美國憲法裡面, 當然現在這樣的情況好像很特殊, 但是如果你說去到, 就是要那個綜議院議長來做, 然後他沒有民意授權, 那你過去回答那個都沒有民意授權的, 是不是呢? 一樣的, 但是他要選舉的, 大哥, 就算是一個過渡性的, 他都還要選舉的, 如果假設特朗普真的沒有辦法做總統了, 不要說是他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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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選舉期又到了, 那他選了他, 他一定要由法院去處理的, 一定是去到最高法院去處理的, 他要去釋憲的, 一定可以解決的, 有制度在那裡, 但是當然這個可能性現在是很低的, 基本上大家可以看到, 但是這些人一定是講的, 加上大家有個意識形態的衝突, 就變成所有那些, 威脅那些媒體就要不斷在那裡解讀, 然後又放很多陰謀論那些評論出來, 但是選民我覺得, 他們應該頭腦很清晰的, 就不是好像蔡芝說, 跟街市, 香港那些街市那些水平差不多, 有時候我覺得有些評論, 很難理解, 你說美國的選民很低的, 還有這個, 不只是普選的, 主要是選舉人團, 我們這個節目沒辦法很詳細講, 我下次就在踢爆那裡, 或者這些都很叉悶, 那些人不想聽的, 為什麼當初設計的制度是用這種方式呢? 它有原因在那裡, 到了今時今日是不是已經有一個 需要改變這個選舉人團的必要呢? 喂,如果有的話, 個個都吵的, 現在是家家有求的嘛, 這個是,對不對? 什麼叫做對誰好一點呢? 你告訴我, 為什麼叫做公平, 啊,我保選票多, 啊,我都拿不到, 我都贏不到總統啊, 啊,那我民意基礎去哪裡啊? 那有些人喜歡在那裡說這些東西的嘛, 你要看它整個制度的設計, 是不是? 為什麼可以維持了這麼多年, 都沒有人很強烈地要求, 去改變這個總統的選舉制度呢? 請問, 為什麼沒有呢? 當然是有存在的價值, 現在是沒有必要去改, 這樣才沒有人吵, 你兩黨都會有人吵的嘛, 是不是? 你是可以改的啊, 大哥, 你弄些憲法修正案出來, 是不是? 你可以改的, 不是不可以改, 為什麼沒有人改的呢? 現在反而是爭議最強的, 就是那個郵寄選票, 是不是? 那個爭議性是最強的, 選舉人團呢, 如果我有時間呢, 這個起碼要跟你說一個小時, 你的人都未必明白, 我們要花點時間整理好, 等到我用一個, 講到你明白的方式來講, 因為有很多人都很疼的, 你現在跟他說美國的選舉人團制度, 你現在問一下立法會這幫議員, 你看他有多少個小時, 是不是? 那個利幣在哪裏, 你問一下他有多少個小時, 是不是? 如果你沒有讀過美國那個憲制歷史的, 沒有讀過這個美國的選舉制度那個, 那個內容的, 你不了解的, 你說不到的, 大哥, 當然他有利有弊, 就是不同的時代, 這件事, 北美十三州, 是不是? 那他當然要保障那些州, 那些小的州, 你不用保障他, 是不是? 等於當年立這部憲法的時候, 就是北美十三州, 是不是? 接著就變了幾十個州, 是不是? 那他人口又多了這麼多, 所以當年這個庫林克林, 有份制定這部憲法, 聯邦憲法的其中一個制憲先輩, 他就說了, 他說呢, 我難保我們年紀大了, 是不是? 我認為這部憲法有問題的, 是不是? 就是我不可以認為, 就是, 喂, 將來是沒有可能會改變的, 是不是? 但是現在就是這樣了, 是不是? 就是你隨著那個時代的改變, 是不是? 還有你整個美國, 喂, 但是到了今天為止, 所謂要修改這個制度的, 很少的這些聲音, 是不是? 他反而為現在特朗普, 被人覺得他會輸打贏要的, 就是萬一輸了的話, 他就要交給法院的了, 他一定是尋求這個司法救濟的, 必然的, 是不是? 你只能夠尋求司法救濟, 難道你是搞暴動嗎? 是不是? 所以美國就是這樣, 人家那個就是正式的三權分立, 你香港很多人經常去幻想香港有三權分立的, 你看看美國那種制度, 美國就是真真正正的三權分立, 是不是? 有聲音